這隻古王 茅台 茅台曾經在盤中突破歷史新高 然後才回回 厲害了 市值已經逼近萬八億了 是互心兩舍的榜首位置 真是一代古王 真的 不止一代 上一代也是 上一代也是 下一代應該也會是 喝都是 抱著茅台來睡 這就很開心 不論是股票和真的茅台 A股對著茅台 也不知很生氣或好笑 國內的說法是漢眼的 你說這麼大隻很厲害 但其實說真的 茅台在中國的經濟裏面 佔了一個什麼的季節呢 是 又是 是嗎 例如美國最大市值的 數來數來幾家 Microsoft Apple Amazon 中國最大市值的 就是支柱性行業 銀行 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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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在什麼位置呢 其實都挺特別的 又是 對 對 對經濟的貢獻在哪裏 除了炒 好像炒樓一樣 炒到貴一貴 貢獻在最生夢死這四個字上 最生夢死 大家亦都關注著 他接下來就要開股東會 公司專門開一個記者會 解釋怎樣搞今年的股東會 上限是三百人 沒辦法了 疫情關係是這樣的 去年有二千人參加 為何一個股東會都會捏著我做茅台股東 我一定要去股東會 不是要什麼投票 而是因為有便宜酒買 現場是有的 那以往 其實對股東很好 股東是可以買一箱的非天茅台 加兩支的生肖茅台 但今年的禮盒裝較少 禮盒標價五千六百六十六元 裏面有八支酒 只有一支是非天茅台 一支是生肖茅台 其餘都是其他系列的茅台 網民說 我搞錯了 沒有誠意 我又不可以去罵他 那我打算買 批發價 我當然是買最珍貴的兩支牌子 你給我那些普通茅台 我真的不是自用的 我是打算炒的 第一 做茅台的股東 有一點都不難 你買一股兩股 那你又可以進去買 是呀 是不是破壞零售價 所以他這樣做 無可口非 因為他有壞的茅台 那時候一早就好 其實很多年前都說過 你這樣安排 會令零售很麻煩 因為你開會之前 零售價很難跟隨官方價 因為你開完會之後 你外面就會有很多 在股東會走進來的茅台 下到市場 那時候說 你應該做一些特別包裝 做一些特別包裝 非賣品 或者細小支 給那些股東去買 但他又沒有 非賣品 但他又沒有 非賣品這三個字 不捨得 越是非賣品越是炒得鬼 對 或是細小支 但他又沒有這樣做 現在走來就要縮 那些縮 人家買了茅台股票 當然賺了你價 但為了一件事 就賺了你的酒 甚麼都不讓人賺的酒 即是罵你 但我又不相信 那些小股東 因為這樣的禮品 削了 便會沽你股票 我不會沽你股票 我不會沽你股東 應該不會 會的 會的 那股價會升 很多股民 很多散戶 都是一手去看大會 買 拿一些贈品 在大陸 在香港那些股東會 沒有人去 對 我們真的想去吃燒賣 吃龍店 很多人去 很好 投票那些 我是否都舉手 填章方也投票 大陸多人去的 所以茅台一直以來 都有這樣的特色 但問題是 茅台真的太貴 股價 剛才你說茅台稀有品種 其實茅台真的越來越稀有 稀有在水的問題 是嗎 是的 水稀有 因為茅台 對 茅台那種酒 可以嗎 好看水 好看水 所以有時候 人們都會說 越舊的茅台就越貴 當然就是歷史 是不是 但是第二樣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真的喝茅台 覺得 舊的水 做出來的茅台 是特別好喝的 香一點 順一點 是的 謝謝 謝謝